大家好 歡迎收看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劉力心 受到偏南氣流影響 本港對今天天氣有趙雨 各部地區有些雷暴 不過日間短暫時間都可以看到一些陽光 從雷達的影像可以看到 今天在外附近時不時都有一些雨區的發展 間中都影響過我們 從雨量的分佈圖可以看到 今天普遍地區都錄得幾毫米的雨量 不過在港島和新界東部的地區 今天雨量就比較多 也有超過10毫米的雨量紀錄 看回應方面 今早早的低溫在市區就27度 新界普遍地區的低溫都介乎26至27度 而市區續的氣溫都上升上32度 新界普遍地區的高溫都有30至32度 特別是打鼓嶺和石崗高溫有33度 從大範圍的衛星影像幾度 華沿岸地區一帶受到一度廣闊的雲大覆蓋住 不過預計未來幾天高溫發熱船會逐漸增強 所以預計天色方面會好轉 從一些雲雨預報圖可以見到 我們現時受了一股偏南氣流影響會有些趨雨 不過除了高溫發熱船未來幾天會影響我們 到時趨雨會逐漸減少 天氣會好轉多一點陽光 我們預計到了下週初的時間 天色會轉為大致天晴和天氣好熱 至於今晚和明天詳細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因為將會大致多雲有幾陣趨雨 初時各部地區會有雷暴 氣溫最低會下降到27度 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和天氣炎熱 最高氣溫會上升上32度 風風吹和緩的東南風 至於看回星期六的時候 將會有幾日趨雨 部分時間有陽光 除了兩三日將會大致天晴和天氣酷熱 好了,這次天氣就講到這裡了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